如果你吃馒头腻了,可以试一下面食像这样做 一大勺的玉米粉加食盐,椒盐粉,加熟油 搅拌一下,调成这种稠一点的油酥 没有玉米粉就直接用白面粉 150克的清水加3克的酵母 加一小勺的白糖,用筷子搅一搅 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先用筷子搅一搅 搅成这种絮状,然后再下手揉面 这样就不会粘得满手都是 在盆子里面揉成团 一大按板上面揉搓3分钟左右 有的面团光滑细腻 然后再一分为二 取一份面团搓一下,搓长一点 然后再用擀面杖上下擀开 擀成一个薄薄的长方形 家里有压面机,也可以用压面机来操作 这样更简单 然后在上面抹上一层油酥 油酥不要抹到头,留一点 抹一点清水 然后从另外一头卷起来 卷的时候卷紧一点 边卷边整理 卷到大小一致 卷到最后的时候 一定要按压紧实一点 这样不容易散开 切的时候像拉锯一样 这样切面更平整 宽度大概是两厘米左右 切好之后放在手上整理一下 整理圆韵 然后摆进蒸锅里面盖上发酵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发好之后能够看出来体积有明显增大 拿在手上是轻飘飘的 水开之后上笼 大火蒸12分钟 关火之后焖一分钟开盖 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也可以在平底锅里面刷一层薄油 放上做好的花卷 小火来煎一下 当椒盐遇到了油 吃起来是格外的香 两面换着煎 煎成这种焦焦的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椒盐花卷就做好了 是不是看起来很有食欲 两面煎得焦焦的 吃起来很香 小朋友也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可以拉得很长很长 层次非常的分明 打开里面非常的柔软 椒盐味十足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